四川亚岸发生强烈地震之后 南加州各侨团自发性的组织起了 新系四川震灾献爱的募款活动 而中文的会场聚集了上百位华侨 一块来复出外星 四川亚岸发生七级大地震后震惊各界 而三七侨团在亚岸地震后 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要齐心震灾献爱新 记者会议开场活动主席先是 为受灾居民表示沉痛与默哀 江湘同样也在四川的召集人周德昭 内心的感受更是强烈 也率先带头捐出第一笔款项 捐款的流程是这样 今天有一部分就在这个现场捐 比如说我的捐款今天就在现场捐 那么捐了以后我们就是交给中国领事馆 请中国领事馆转交给四川灾区 这次灾难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灾难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捐款 希望我们南加州华人华侨 献出你们的爱心 真的我在这里我是四川人 我在这里也拜托大家谢谢 我看见很多朋友他们看电视也心痛 我也心痛我们感觉你们心痛是我们的心痛 所以我来代表美国的爱心 电力心表示看到桥界部分社团 以个人名义到场募款 希望海外华人凝聚这份爱心 可以帮助到灾区急切等待救援的人 我们新桥老桥月简牢的各界桥团汇聚到一起 再次对我们的这个灾区信爱心 真的我借这个场合 我代表总领馆向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洛杉矶桥界的广大桥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相信在我们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灾区很快就能重建好 那我们总领馆对这个工作也很重视 实际上发生地震之后 我们已经成立了内部的这个应急领导小组 我们邱少芳总领事亲自挂帅 那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接受桥界的这个捐款也好 物资也好 我们都会呢 有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程序 主办人表示这次的募捐善款将会全数直接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再由领馆转达到灾区手中 他们还表达爱心不分大小 议员也能够凝聚力量 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募款 想捐款的民众要特别在支票备注上注明 是给亚安赠债专款 亚安加油 亚安加油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 四川加油